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四个单元 我们要再跟大家谈太阳能科技 现场我们请到的是 美国最大的华人管理的太阳能科技公司 就是SolarMax 今天现场请到的是总裁David Hsu 说到使用太阳能 现在仍然是美国跟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吗 是的 现在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 一个就是美国 一个就是中国 对 那其实在美国跟中国 你们都占有自己的市场的地位 是 是 是 我们在这两个市场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其实你们公司从员工的那个比例来说 其实华人和亚裔的比例 比较 算是比较小的 非常小 对 非常小 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 这可能跟市场有一些关系 因为你们的 就是说安装使用太阳能的你们的客户 其实绝大多数的都是非华人 非亚裔 那为什么其他族裔就比我们 或者是主流 为什么就比我们华人容易接受的 装太阳能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吧 就是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 有些人比较愿意先去那个尝试 那我们华人呢也没什么错 就是说希望看到了结果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比较保险了 对吧 比较保险一点是不是 对 然后再进去 就像实际上中国也是一样 太阳能真正开始的时候是在欧洲 然后到了美国 现在就到了中国 但中国的太阳能的发展 实际上现在在全世界是最快的 也许有一天 美国的华人也是一样 他会一步跟进 所以他的安装 但是从人口上来讲 主流社会当然人口 还是要比华人多得多 所以其实他们主流跟你们装太阳能 是最大比例的 他们是最多的 非常多 我们基本上应该说 百分之八十几到九十 都是主流社会的安装 那华人的这种保守和担忧 有必要吗 因为其实从您看 2008年推出太阳能 其实我算是装得蛮早的 认识您之后 你们公司推出我就装了 我装得很早 所以那你说有必要担忧吗 越往后装的存在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觉得 技术更成熟 或者会更便宜等等 您怎么看 实际上我觉得 应该是不需要担忧 太阳能也好 现在的节能灯也好 都已经算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产品了 而且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都能够帮人们来省钱 不管是residential也好 commercial也好 都可以省钱 只不过就是说 可能要好好地去研究一下 跟谁装 别装了以后有麻烦就不好 对对对 刚才提到了LED节能灯 我想其实再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问题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家里都适合装 都愿意装太阳能 但也可以说为了省钱和节能 也可以装LED节能灯 还有就是 其实你们是全世界很先进地 提供储能柜的 就是有一个紧急的发电系统 所谓叫储能柜 那么等一下也跟大家谈一下 好不好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 给我们观众讲一下 就是说大家家庭状况不同 经济收入不一样 那他们如果是要安装使用太阳能 用哪一种方式 对他们又比较经济实惠 就真正可以帮忙地 来教大家一些好不好 好 如果大家要安装使用太阳能 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请他们的人上门服务 这些咨询都是免费的 好 屏幕上的电话 一八八八二五八八九九九九 或者是您要了解他们公司 也可以上到网站上 Solarmacstech.com 好 厉害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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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说租赁这种形式 是适合哪种人 哪种家里经济结构的呢 租赁实际上最适合的 尤其在华人里面 就是说如果你平时 就是说你的收入不是很高的 因为在美国政府的补贴里面 它有一个30%的叫退税 那所谓的退税 就是说你先要付税 然后它才能退给你 如果你已经退休了 或者有些华人 它本身就是从中国国内 或者台湾 香港移民过来的 它到了这房子挺大的 电费挺贵的 但是它自己在美国 没什么收入 没什么收入 那你今天如果用现金买了以后 你就这个30%的退税 可能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你才能够收回来 了解 或者有一些已经退休的 它没有什么收入的 那这样子的话 就租赁来讲会比较合适 然后也没什么风险 了解 就是说在美国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 但并不表示大家没钱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 其实很多人移民来 他们是带着钱来的 带着钱来的 但是你在美国 你真的是没有在工作 或者做一点点工作 就是看起来你的收入少 是是是 您的意思就是 就是享受退税的 就不那么好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一群人呢 就是在美国的收入 比较不是很多的呢 是是是是 就是可以考虑租赁 租赁 租20年 然后呢它可以是一个我们叫 叫Fixed Payment 就是说你现在付150到20年后也是付150 所以是跟你们租呢就是固定的了 固定的 对可以固定的 也可以有一点浮动的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用固定的 对啊 因为你这个电费 你永远都在往上涨 肯定的 你现在150块 看起来是省了 还30块 对啊 但实际上你过了20年 电费可能已经变300万块了 你还是150块 这个非常好 那就是关于跟你们贷款 贷款呢 就是说对客人来讲 尤其对一个主流社会来讲 你知道美国人嘛 他平时他收入可能是挺高的 但是他不见得就是说是 他手上有很多现金 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他做了太阳能 他不但拿了政府的30%的退税 同时呢 他可以把一个那个 做一个payment 做一个贷款 然后把每个月省下来的电费 用来付这个贷款 挺好 所以实际上他每个月的开销并没有涨 只是他拥有了这套系统 而且这套系统 至少可以工作25年 真的很好 就是说在美国收入还是不错的人 因为可以考虑做到 可以考虑 然后就说 又有退税 又省钱 然后又拥有这套系统 是是是 然后呢 就是说你可能 手上现金不是很多的话 你就可以先 因为这个太阳能系统 实际上 如果你的电费在150块到200块以上的 你如果用25年来算你的投资回报率的话 这个投资回报率至少是在20%以上的 所以即使你贷款的时候 你的利息三到四到五 你还是赚钱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贷款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现金就全部就一次性就购买了 是 我们也碰到很多华人就上来的时候 跟我们买的时候就觉得那就贷款吧 然后过了几个月 觉得算了还付掉吧 就说因为怎么样来讲 那个现在你把美金放在银行的话 你的利息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 别贷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贷了 就有能力的 就手上有现金的就一次性就购了 对很好 就把它当成那个投资吧 就很好 而且你装在屋顶上 你将来你要在卖房子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财产 也是一个帮你增值的东西 增值的一个东西 家合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LED节能灯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有些家庭可能可以先采用LED节能灯 把家里的灯 或者是办公室仓库 整个这个先换一套LED节能灯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经济的做法 下个单元 让大家了解一下LED节能灯 好不好 如果您要安装使用太阳能 或者是LED节能灯 欢迎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联络他们 1888-258-8999 或者是您要多了解他们公司 欢迎您上到网站上 SolarMaxTech.com 好 我们待会儿见 小英政府环保节能计划 SolarMax打破传统高价购买太阳能系统的观念 即日起完全免费为您安装太阳能系统 让您不负一分钱 每月省电高达50% SolarMax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厂商 也是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品牌 美国生怕我最大代理商 25年产品保证 从安装到申请一条龙服务 让您的房产增值 SolarMax 1888-258-8999 今天现场请到的是SolarMax Technology的总裁 David Shill跟大家谈安装使用太阳能 其实安装使用太阳能 你们一部分是住家 另外一部分就是商家 商业用 是的 商业的或者工业的都有 就是旅馆啊 那个叫什么那些学校啊 仓库医院啊 或者是仓库啊 医院啊 各种不同的都有 对 教堂啊 怎么都有 是 像你们跟加州公路局的一个合作 那这也是一个商用的合作 那就是关于LED灯的问题 对不对 是 是 是 就是公路换节能灯 它是这样的 就是加州公路局呢 它在这几年 它要把它所有的路灯 加上它在高速公路上面的 所有的灯 指示牌 它都会换成是LED的 那它的第一个合约呢 是去年5月份开标的 SolarMax呢 就中了它第一个标 500万的一个标 恭喜你们加州公路局 今年已经基本上做完了 所以可能接下来 还会有第二 第三个做下去 对 听说USC南加大的体育场 也都是在跟你们合作 用你们的LED灯 接能灯 是吗 不单单只是LED灯 我们是跟它有一个长期的合约 就是USC的它的所有的运动项目 我们叫Sport 是SolarMax独家赞助的 太好了 所以如果各位到那个Coliseum 去看它的USC的Football的话 你看到的所有的指示牌 所有的Banner都是我们SolarMax的 太好了 我们跟Fox News也有这方面的合作 你们总部在Riverside吗 所以你们支持UC Riverside的商学院 还有工程学院 都有 商学院呢 我们UC Riverside商学院 我们每年都有给那个奖学金 然后工程学院呢 我们每年也有给一定程度的研发经费 同时呢 就是说我们跟这两个学校 这两个学院都有一些那个交际 就是他们的学生的intern 实习啊 或者毕业以后啊 很多学生也都会到我们这边来工作 太好了 那一个概念先跟大家说一下 节能灯可是不一定是LED节能灯 可能外面大家用的节能灯 就是节能灯 对 就不是LED的 是是 LED能够省基本上达到70%以上的用点 就是说你一个1000瓦的电 外面的那些1000瓦的电 它250瓦到300瓦 就能够发同样的电 而且更亮 更亮 而且寿命是更长的 寿命长很多 你们的LED灯 如果一个灯可以用多久呢 我们现在卖给CALTRANS的灯 都能用5万个小时 所以至少10年不会还 家用的一般也都要达到3万个小时 对 也有10年的 也有10年 家里的话也是10年 或你用太阳能系统配合用LED的话 那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 因为你太阳能系统也不用做那么大 因为你的所有的这些灯都变成LED灯了 效果就会特别好 配合起来使用当然是最好 但如果家里人家觉得说 我现在可以先把所有家里的灯 换成LED节能灯 你们也是有专门的这种服务 对吗 有有有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来看 一般的家庭 按照你的面积的大小 可能从40盏50盏灯到有一两百盏灯都有可能 我们可以来帮你做一个讨论 看看应该怎么换 有些小灯 有些大灯都可以换 那我知道其实中国对于大家使用太阳能 还是蛮支持的国家 对吗 那在美国如果说我们老百姓 大家要装太阳能 或者是装LED节能灯给你们 那政府给现在给大家的这个退税也好 照顾也好 都是包括什么呢 实际上现在从加州的角度来讲 因为它每个州不一样 联邦政府呢 它一直没变过 它一直都是30%的退税 但每个州呢 它的政策不一样 加州呢 现在它一共有 在南加州它一共有17个不同的电力公司 那这些电力公司呢 它给的incentive也不太一样 从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就它是最大的 它现在实际上给的已经不多了 基本上没什么了 有些小的电力公司还会给一点 不过呢 因为现在电费贵 然后呢 太阳能的安装的成本也逐渐都在下降 所以实际上算下来还是挺合算 还是挺合算 我知道其实圣地亚哥那边的跟你们装的最多 因为它们电费好像最贵 圣地亚哥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5号Freeway旁边就有个核电站 那个核电站呢 就两年前 那个圣地亚哥那个电力公司 就发信给它所有的客户 说那个核电站到期了 就不再开了 就核电站就关掉了 然后呢 它们就跟所有的客户讲 就在今后的5年 它们的电费可能会 持续涨50% 所以把所有人都吓到了 它们特别壮 不过它们的电费也特别贵 它们是比南加州电力公司还要贵 它现在最贵可以收到一度电3毛9 所以我们贵好几分的 所以身两个人做太阳能特别勇要 特别勇要也是应该的 好的 那么下面一个单元呢 我们就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储能柜 因为一旦你没电 你就算你有太阳能 LED节能灯也不行啊 因为很多医院 或者是家里有特殊需要的 照护的人呢 需要有一个储能柜 储能柜是以后的方向 是吧 好的 那么下面一个单元我们跟你谈 如果要安装使用太阳能 包括LED节能灯 跟SolarMax合作 欢迎您打电话给他们 1888-258-8999 好 咱们待会儿见 小英政府环保节能计划 SolarMax打破传统高价购买太阳能系统的观念 即日起完全免费为您安装太阳能系统 让您不负一分钱 每月省店高达50% SolarMax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厂商 也是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品牌 美国生power最大代理商 25年产品保证 从安装到申请一条龙服务 让您的房产增值 SolarMax 1888-258-8999 1888-258-8999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18台5点30分 18点8台 下午4点和晚上11点 如果错过了我们电视播出的时间 也欢迎您上到我们的网站上 收看我们的转访 就可以再看我们的节目了 好 那么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请教SolarMax的总裁David 所以徐先生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蓄电池 跟你们的储能柜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有说 应急紧急发电 像电视台一定是有 应急紧急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动发电 但是那个跟你们的储能柜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同一个概念 就以前呢 譬如讲你电力公司断电了 你可以用柴油发电机 你也可以说 现在用一些那个电池来储能 那我们的这个储能柜呢 实际上是跟太阳能系统连接的 然后它的高科技呢 是在它的一个叫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说它这个软件 叫BMS 它这个系统呢 可以是个软件 它可以指定 就是在电力公司断电的情况下 它可以按照你客户的要求 来帮你设计你的用电的这个方向 比如讲您刚刚讲的 它家里如果有那个medical device 对 医疗器材 不能断电 我们就可以把它设计成 就是说如果断电的情况下 指令它 指令它供电 然后呢像那些冰箱啊 或者是电视机啊 电脑啊 电视机不重要 电视机不重要 电脑啊 医疗器材 冰箱等等 然后同时呢 游泳池就可以不用电 游泳池就可以不用电 所以你可以指令它 可以指令它 然后呢同时呢 在那一分钟开始 太阳能发的电 它就不进电网了 太阳能发的电 它会随时来补充你的这个电池 这样子的话呢 即使你第二天还在断电的情况下 别人都没电了 你家里还有电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也知道很多人 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 一个就是这种储能柜 是可以把太阳能的电 直接转化 直接转过来 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是很有必要 很有必要 对对对 尤其是在商业或者工业上 对的 你万一一段断电的话 你的电脑差 发生问题了 或者你的公司一下子没电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它这个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可以有效地让你 维持一段时间的工作 我记得上次您跟大家讲过 因为你们的这个高科技 就是您所说的 这个BMS 这个应该是现在全美国超级先进的 因为你们的切换 大不了在一秒以下 就是没有任何感觉 就切换过来了 是的 那有些可能到八秒九秒都有 就是说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的成本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跟譬如讲 Kaiser 那个Permanente 他的医院在谈 那他的要求就是在一秒以内 必须切 因为他的所有的Medical device 都不可以让客户 病人 不能停的 对对对对 那譬如讲你的居民住宅 那大部分情况下 你几秒钟是没有问题的 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 即使冰箱鍛鍊幾秒鐘 也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家裡有那個病人 那可能就設計就不一樣了 但是我們能夠做到 切換時間在疫苗以內 就沒有任何感覺的 LADWP是全美國 它有一個最好的最先進的LAB 它幫我們做了三個月的測試 測試完了以後 它就認可了我們的這個產品 so far我們是唯一一個 在LADWP被認可的產品 Tesla都沒通過 Tesla超過了Elon Musk David超過了Elon Musk 這個產品不錯 就是這一點上超過了Elon Musk 如果要跟他們合作 歡迎您拨打屏幕上的電話 1888-258-8999 好 我是Jolly 謝謝您收看我們的節目 再會 MING PAO CANADA